字幕by索兰 今天我要再度回來 沒錯讓我們等待很久的邪惡結局 終於來了 說到邪惡結局 太陽們可能是跟我們一代的Evil ending一樣 必須要拿到黃金撬棍才觸發呢 還是說作者有其他的想法 這真是很讓人期待哦 而這次阿欣也沒有錯過他更新的一瞬間 作者依然是只有改變布條字樣而已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把這個山洞變成了藝術走廊 在這裡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粉絲作品 像這幅就畫著可憐的拉里 有幾張畫都蠻有意境的喔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最大目標 當然也是要來通關邪惡結局啦 不過在這集一開始以前 我們要來進行上一集的RB抽獎 在我拍攝這部影片的幾個小時以前 我看一下留言居然已經超過1000折了 那當然這麼多的留言 每一折如果慢慢看的話 可能要看好幾個小時 而且不難發現有些人為了抽獎 不但重複留言 而且內容還寫個1 或者是標點符號之類的 那這次的抽獎該怎麼辦才公平呢 在這邊我要特別感謝六指淵的技術支援 他提供了一個網站叫做KOLpower 在裡面有數種神器 我這次使用的就是留言轉圖片神器 我們把留言秀出來後 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 他會使用重複的留言 而且內容還打一樣了 甚至有些人直接複製貼上 那這樣對於抽獎來說 就不是很公平 好在他這個神器有個功能 他是用留言內容來幫檔案命名 所以如果有人複製別人留言貼上 或者使用了重複內容的留言 他就會認為是同一個檔案名稱 在解壓縮時 就會被過濾掉 如此一來我就能夠篩選了 這樣過濾之後 抽獎就會比較公平了 而在過濾篩選後 我選出來的留言一共有960折 所以我們就從0到9當中 抽3次 分別代表著各10百 看會選到哪個留言 那如果剛好抽到你的留言 就麻煩你在新的影片下方 告訴我你的ID 我們就開始囉 第一抽 各位數字是3 再來我們要抽10位 10位數字會是什麼呢 喔看來是1啊 所以看來現在我們不論是抽到0或9 都一定有留言嘛對不對 其實我本來有點擔心抽到什麼961啊 看來這種事情不會發生了 就讓我們進行最後一抽吧 百位數字是什麼 5 所以我們就來打開第513折留言 就是你了 李升宏 恭喜你獲得500R 記得在這部影片下方 留下你的ID 也要記得加入快樂星TV 這樣我才能夠發RB給你 直接讓我們回到遊戲 準備進入邪惡結局 我在開始以前呢 我打算來購買新的職業 因為最近發現不少小星星敲碗 需要可以看到駭客這個職業 究竟是怎麼樣呢 這邊有提到 他擁有管理者手機 威力極強 駭客有一支擁有指令功能手機 可以獲得免費的錢 免費的健身強化 治療所有的玩家 加速 這個例子大小效果是什麼 是特效嗎 好像很有趣的樣子 OK 1299 啊 花費 呃...看來我的錢不夠了 呃... 我儲值了一些RB 現在已經有錢 可以直接購買它 哇他翻譯叫駭客課程 nice 這樣駭客就入手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可以使用這個職業 獲得一支神奇的手機 身為駭客還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把手機藏起來 另外一個則是 起飛 哇真的蠻帥的耶 請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他更新的全新徽章 贏得邪惡結局 上面寫著Coming soon 使第三波的野蠻人掉落他的武器 這Brute應該指的是突擊隊隊長吧 待會就會知道了 好的這次也是因觀眾要求 阿星找來了拍片團的夥伴們 從左開始 是提早加入邪惡陣寧的小兔 他職業是小男孩 再來是守護者羅伊 哇羅伊身上已經有兩把劍了 還拿一個棒子 原來你是三刀流羅伊啊 再來這是我們的星際王子儀喔 這次他選擇職業是醫療人員 以及我們上一代邪惡傳承者 古羅 哇他穿得好正式喔 看來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要加入邪惡的一方啦 最後則是我們的大熊維尼阿邱 等等你身形這麼大 卻拿了一個棒棒糖是怎麼回事 他身為一個小孩卻比所有人都高耶 這一集就是我們六個人要一起出發 挑戰全新邪惡結局啦 那麼在我們出發以前 各位小星星可以猜猜看 究竟誰可以活到最後呢 同時邀請支持這個系列的小星星們 不要忘記了 晚晚留下個彩色的大拇指 在經過邪惡結局的改版後 他的徽章達到了22個 所以看我們這次能不能夠 快速讀過的2200個喜歡 如果可以很快超過 我就盡快更新Break in 2 的情報給你們喔 那麼就讓我們準備出發吧 Let's go 故事的開始 我們已來迷路了 抽紙也壞掉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支手機可以做些什麼吧 管理員 喔 看我可以使用六次的加速 三次的健身房強化 拿八次的錢 還可以免費一次治療所有人 而且有趣的是 只要一掏出來 就可以看到全體人員的血量 這邊還有個有趣的按鈕 欸 可以改變大小 我可以變胖 還可以變瘦 哇 我好瘦 可以變回一般 立直特效是甚麼 煙火 喔 原來是尾流啊 這個還挺有趣的耶 火焰 喔 燃燒特效 喔 一開始我們還是要趕快健身啦 待會兒一定會有片種動畫 我就先不提升健身效率了 秘密邪惡惡滾基地 我們又再度回來啦 喔 看來有把廚房打開了耶 所以待會兒一定會有人把皮特叔叔救出來 好了 我們的訓練又開始了 不過這次不一樣的是 我們可以直接使用健身房強化 而且還可以使用三次 在健身過程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該怎麼獲得邪惡結局 首先我們得完成夢之隊伍 看來已經有人把皮特叔叔先救出來了 大家應該還記得要完成他 必須要拯救小狗 救出皮特叔叔 把偵探嚇醒 跟之前一樣 我們的力量最好達到3 畢竟我們要打架喔 健身防強化使用下去 養3次就使用完了 趁著練跑速時我們來看一下資訊 這邊會寫龍捲風想要可樂 最佳武器則是鎚子 哇這真的很作弊耶 我們已經完全不需要去吃不高燃的紙了 馬上就可以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喔對了我們的跑速也是要練到3 因為待會得去把小狗帶回來 這裡還有個文字耶 裡面是什麼 喔Crate4還寫訊息給我 他說你好謝謝你買了我的通行證 因為你我今晚可以買晚餐 這好有趣喔 在邪惡新聞會報開始以前 我們應該要先搜刮一下 欸他自動給我武器了耶 不過由於我是駭客 一開始只有翹桿可以用 所以我必須要準備一把更好的武器 才能更好的解任務喔 站在之前我要盡可不要讓自己受傷 You're too slow 呃門關起來了 我本來要出去拿飲料啊 那在這30幾秒我來看一下什麼特別的 可以變鬼魂嗎 欸好酷喔 我直接變透明耶 還可以坐下 還能頭變小 還可以變大頭 好的敵人來了 我們先戰鬥 開打囉 喔這把武器對我們的等級來說太弱了 看待會得換一把 剛好解完任務跟皮特叔叔領個錢 我現在需要先弄出一把好的武器 喔沒錢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駭客功能 直接從手機裡領出160元 世界來了 喔太棒了 免費健身房強化 這次最好的武器是錘子 喔終於啦 居然把所有的武器都抽乾了才抽到 其實免費健身房還有個好處 結果他會附送一把梯子 有這個梯子就算你的跑速沒那麼快 也跳得過來 所以待會我們拿了老鼠 就可以把真餐叫醒了 現在這時間點我們要把握一下喔 把我們的夢幻隊伍給組織起來 所以我需要先去拿小狗喜歡的食物 披薩披薩 飲料披薩 然後這次龍捲風喜歡喝可樂 但是我身上可樂就有一罐 看來得拚運氣了 哈囉龍捲風 先打開箱子 喔太好了 裡面有片彩虹披薩 龍捲風乖給你喝可樂 來吧跟我走 我要保護你不讓你受傷 跟我來吧 小心冰雹 OK我們可以過去了 龍捲風小心不要被砸到喔 蛤龍捲風摔倒了 你被冰雹砸到了嗎 好吧我先剋一下這個披薩 這次我先加力量 畢竟待會要打架 哇普羅根理歐已經快要把這區給清空了 為人把龍捲風帶回來 我決定先來賺錢 然後去買幾罐飲料 這樣就可以把他帶回來了 皮特素素的第二道任務解完了 武器好 打敗十個壞的還挺快的喔 接下來皮特素希望我可以把 戰鬥區所有的敵人都解決掉 不過可能救完狗回來 普羅根理歐他們就搞定了吧 好的換人來了 但是他們瞬間被我們秒殺 救狗行動 兩罐夠嗎 可能不夠我再帶罐好了 這次我一樣走捷徑過來 龍捲風你在哪裡 喔看到我看到 跟我走吧龍捲風 哇這麼遠都可以餵 喔他又摔倒了 怎麼覺得有點像伺服器延遲啊 喔終於快到基地了 OK把龍捲風帶回家了 現在只差偵探 皮特素素的第三個任務 看來也解掉了 欸怎麼沒有掉老鼠下來 喔沒電啦 來趕快先充電 哇小兔已經有跑出事了 看來阿秋拿到了老鼠 所以我們就靠阿秋把偵探給叫醒吧 哇賽我們這次超快就恢復電力了耶 Nice 阿秋上去把偵探給叫醒了 所以偵探也加入了我們 最強薯片獲得 現在我們的第二階段目標 主之夢之隊伍三個角色都到齊了 Visa Bose的BUG到底有沒有修啊 我們來實測一下 喔他有反應了他有反應了 不過第三波攻勢要來了 這邊一定要先處理 畢竟這關乎的邪惡結局 是否能夠被解鎖 第三隊突擊隊來啦 在解放邪惡結局以前 必須先打敗他們 KO秒殺 好的各位 夢之隊伍已經完成集結 所以他們將會衝上去 打掉他三個護盾 而同時這個野蠻人BOSS 他會掉下一根鞘棍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這根鞘棍給撿起來 拿這根鞘棍的人 一定要滿血量 才拿得動他 這個設定跟我們一代時 撿起黃金鞘棍的設定是一樣的 而一旦有人撿起了鞘棍 我們就解鎖了邪惡結局 這個野蠻人BOSS也會陷入瘋狂 喔 他範圍好廣 而且被他的暴手狀態打到時 身上的食物還會掉下來 還好我們好幾個人都拿到最強武器 所以可以快速解決掉他 欸 剛才阿秋把PIZZA BOSS給解決掉了喔 這也太貼心了吧 我們可以直接拿黃心PIZZA 喔 Scarry Mary的直播 他一樣是把門給關起來 並且打開他的金庫 這時因為我們剛才的努力 所以多出了邪惡結局的選項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選擇邪惡結局了 真讓人期待阿 我們又再度來到地下實驗室了 哇阿秋也太大了吧 哈哈哈 他直接走不過來阿 他被卡住了 然後一旦開啟邪惡結局 這個櫃子就會打開 你可以選擇戴上邪惡面具 或者不要 戴不戴都不會影響劇情 只會影響造型而已 喔 普羅拿他的彩虹PIZZA 謝謝普羅 這樣我就可以讓跑速來到4了 其實跑速有4 對於待會解邪惡結局是有幫助的 打BOSS以前多買一些普及瓶 提高生存率 看理由已經找到第二顆電池 幫我們開了門 阿秋被卡在門口進入來 他有辦法進入下個階段劇情嗎 哼 我發現你選擇了邪惡之路 加入我們 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容易 首先 讓我來看看你吧 又要被審查了嗎 等等 這讓我想到 還好Merry是不會審查身材的 光阿秋可能會因為太大事了無法加入啊 你訓練得非常好 收集了很多食物 有個強大的武器 沒有傳任何的防具 我會讓你跳槽到邪惡陣營 但首先 作為一場測試 你得打敗我 我 我只是打敗Merry 就可以加入的話 也太簡單了吧 畢竟我們已經打敗他很多次了 不是嗎 你真的認為你的朋友 會讓你加入邪惡陣營嗎 喔 夢幻隊 他們好像不太同意喔 狗狗龍捲風 他生氣了 夢幻隊伍 不會讓你得逞的 為什麼皮特叔叔跟偵探都不講話 難道龍捲風 才是夢幻小隊的老大嗎 喔 看阿秋 也順利被傳送過來了 好的 跟Stanary Mary的岩漿戰鬥 作為暖身 開場啦 跳舞開始了 不過大家跑速這麼快 他應該很難打到人吧 喔 他追羅伊在跑 普羅在發呆 他應該直接被命中了吧 然後他打阿秋 阿秋那麼胖應該會中吧 結果阿秋閃開了 Mary的傷害直接打在里歐的身上 Mary暈了 快揍他 喔 阿秋成功了 轉動了他背後的鑰匙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有跑速是在沒有喝飲料 也沒有加速的情況下 跑速就這麼快了 我甚至還可以過來靠近岩漿 給他追著跑 都不會受傷 我們來測一個 速度強化是怎麼樣的 喔 我跑速變快很多欸 我跑速變快很多欸 而且看他可以維持將近十秒 OK Mary暈了 我們來看看有多少人會戴上邪惡面具 普羅有戴上 里歐沒有戴 阿秋也沒有戴 羅伊沒戴 小兔則是戴了兩副面具 我還真沒想到面具外面還是在戴面具 看起來還沒有違和感 Mary的第三次武道 開始囉 結果普羅在送披薩 還被揍喔 辛苦你了普羅 喔對了 之前沒有提到的一個攻略重點 就是 盡量遠離玫瑰 因為玫瑰會爆炸嘛 他如果爆炸時 你站在旁邊 這一定會受傷的 所以無論再怎麼躲避 也不要貼著玫瑰 嚇我剛才那樣喔 被吃到會扣35滴血很痛 看來這個階段要結束了 Mary只剩半條蜜 她又再度跳上去 拉起了小提琴 這次Mary會跟我們說些什麼呢 蛤 她也是對我們放了嚴家 只不過BGM有點奇怪阿 這不是結局時才會播放的BGM嗎 所以這代表著Mary已經讓我們加入邪惡陣營了是嗎 你們已經證明了自己 歡迎來到邪惡陣營 這個時間點我們沒辦法再復活了 祝各位好運 喔 偵探來了 喔 這該死的偵探 皮特和那隻純狗龍捲蜂在哪裡 皮特速度跑到上面去了 他想幹嘛 他往下跳了 OMG 他刺殺了Mary是嗎 喔Mary暈倒了 所以Mary在這個結局當中 徹底被解決 所以夢幻隊是來剪尾刀的 布萊德利 比恩斯 不想這樣做 但他不能讓你們加入邪惡陣營 所以接下來會有一場 腥風邪雨 你可以看他頭上有三顆愛心 所以看來我們推測的沒錯啊 他就是BOSS 偵探風格的BOSS戰 他走到舞台的一側 撐開了他的雨傘 開始旋轉了 OMG 他這個風在攻擊我們嗎 原來你是風屬性的喔 看來這場戰鬥 我們要想辦法不要被吹下去 還要走到他身邊是不是 我來了你等著 喔又跌倒了 欸二棍們出現了 哇我們夥伴變多了欸 蛤 結果他們被吹回來 本來變成了他的武器 如果用加速呢 有辦法跑到他旁邊嗎 一直摔倒欸 二棍們又被吹回來了 這光是要在板上站穩 就很困難了吧 我要使用速度強化 我來了 欸這其實還蠻痛的欸說真的 來喔速度強化 可以跑到他旁邊嗎 欸不行欸 喔他暈了他暈了 NICE 阿丘打倒他了 哇賽 我真的覺得他比恐怖拉力還麻煩 他要再度撐開了雨傘 他想做什麼 起飛了 Holy 等一下會放洛雷嗎 第二回合 欸什麼時候都做了投影機 剛才沒有了吧 現在是看電影嗎 2 披薩 什麼意思 嘿不要亂丟紙片阿 天阿他會使用紙片殺人 更多紙片 電顯是3 披薩 更多紙片 電顯是4 塔子 紙球 喔原來炸彈喔 OMG 喔 看起來是撬棍 趕快回血 欸他攻擊是變密集啦 後面又顯示2 披薩 紙球變多了 3 也是披薩 40 趴子 更多紙球 更多紙片 Holy 5 是撬棍 什麼意思阿 你不要太過分喔 2是披薩 他為什麼要一直搶掉阿 這偵探家裡是開造紙場的是不是 他怎麼那麼多紙阿 有出現3了 是披薩 有出現4趴子 喝個飲料押薩好了 這偵探在空中飛超久欸 他終於要下來了 那所以1到底是什麼 後面有出現1阿 Oh nice 他們把他打暈了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階段了是嗎 讓我看看你們究竟有沒有注意 注意什麼 然後他又要起飛了 讓我們看看你們究竟有沒有注意 為什麼要搶掉 欸 管子升上來欸 他使用岩漿攻擊嗎 第三回合 把蘇吃光 欸你們有沒有發現皮特叔叔 站在暈掉的瑪莉旁邊看戲 1是什麼 地上突然浮現了3選1 1是什麼 我不知道阿 1是披薩嗎 他剛剛是沒出現1阿 算了 大家全部都猜披薩 我也猜披薩吧 欸 台子升起來了欸 所以代表我們猜對囉 我把他們治療吧 怕他們死掉 欸 結果理由不見了 為什麼 2是什麼 2是披薩 不是耙子阿阿秋 快快快阿秋 OK 看他趕上了 3是什麼 3是披薩阿 所以看來只要選對 就不會被岩漿燒到了 是不是耙子 這沒問題 剛才我們滿滿的都是問號 為什麼會有4號耙子 阿秋居然敲下去 現在是要烤熊肉了嗎 其實我也可以去給岩漿燒一下欸 我想看一下這岩漿到底有多痛 5號敲棍 阿秋選擇鑰匙 他是故意的嗎 不過想試一下跳岩漿 跳 扣30滴血 其實這個岩漿沒有很燙欸 而且不是持續傷害 看這Boss戰比我想像還簡單得多啊 喔 偵探又下來了嗎 看來要結束了 揮露他 暈倒啦 喔 他最後顆愛心也沒了 跟Mary不一樣 所以我們打倒了偵探 打倒了孟之隊伍 獲得了邪惡結局 我們終於成為最強惡棍了 哈哈哈哈 喔 小弟被他打飛 哇賽 偵探也太強了吧 他才挥內一下他們就飛走了 喔 我居然拿到了黃金翹棍欸 哈哈哈哈 我終於取代Mary 成為邪惡的傳承人了 是的 這就是了 解決掉他 你就可以跟他們一樣壞啦 原來這根翹棍 會跟傳承者說話 我走向了布萊德利 比恩斯 接受你的命運吧 偵探 你的命運將會成為我的實際之一 我們會永遠記得你的 喔 不 龍捲風你為什麼 我的腳 我現在才意識到了這根橋棍 原來這麼重啊 但這份重量比不上我們的友誼 龍捲風 龍捲風乖 給你喝可樂 來吧 跟我走 我要保護你 不讓你受傷 跟我來吧 小心冰雹 龍捲風小心不要被砸到喔 蛤 龍捲風摔倒了 你被冰雹砸到了嗎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回來救你的 兩罐夠嗎 可能不夠 我再帶罐好了 龍捲風你在哪裡 喔 我看到我看到 跟我走吧 龍捲風 這裡就是我們的基地 歡迎加入我們 龍捲風 再見了 我的狗狗 希望皮特叔叔要好好照顧你 當天晚上 後面居然還有劇情耶 哇 我的夢幻隊伍在露營 但身為主角的我們 都已經掛掉了 夢幻隊伍已經對付了瑪莉 但下一次的侵略行動 將在八天後開始 而雙胞胎 仍然還在 這不是之前拉里說過的話嗎 他這樣預告我就很好奇了 待會雙胞胎會出現跟他們一起討論啊 欸 樹林裡有影子 欸 真的出現了耶 他們怎麼會從後面來 重點是他們兩個也太高大了吧 所以結局的結局是 夢之隊伍被雙胞胎偷襲了是嗎 這樣的結局讓我挺意外的耶 喔 這是他們露營的地方 但是夢之隊卻已經全部都不在這裡了 難道他們被滷走了嗎 這裡有無形的牆是無法過去的 這樣看來這個區域沒有藏什麼秘密 只是一個場景而已 好的 我們終於完成了邪惡結局 那當然目前他所出的成就 也就是徽章 二十個我們全部都拿到了 其實這場戰鬥有點可惜喔 在故事的最後我們失去了李歐 但李歐不是被BOSS解決掉了 他是因為斷線 不過其他人都活到了最後 所以各位小兄弟們 有猜對最終結果嗎 好了 那我們這一集的Breaking 2 邪惡結局 就先到這裡啦 基本上我個人還蠻期待雙胞胎之後的劇情喔 不曉得你們是也跟我一樣呢 那我們在影片的最後 也要感謝我的拍片團夥伴們 那我們順利完成這部影片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謝謝您的收看 喜歡你們的朋友 請也忘記幫忙留下個喜歡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而還沒訂閱頻道的朋友 也不妨考慮訂閱一下 那麼最後最早的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心 我們下部影片再會囉 掰掰